观众各位好 欢迎收看同来广播电视台怀疑新闻 我是主播邓淑英 下面一起关注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昨天同来省党委召开预备总结会议 进行回顾2020年2025年任期落实第九次党代会决议的两年半情况 回顾2023年前六个月的落实情况 并对党委领导人和管理人员进行收集信任票 通过两年半的考核 各级党委始终注重创新 提高政治思想和党建工作质量和效率 加强检查监督 为增强党委对党建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领导作用做出贡献 每年新党员发展超额目标 由1%提高到4.8% 平均每年96%以上的党基层组织完成任务 98%以上的党员每年都完成好任务 这结果超出决议的目标 会议终点讨论分析了落实党代会决议中存在的局限性 从而提出解决措施 以确保顺利完成今后既定的目标 同内省普法宣传教育协调委员会 昨天立临少数民族委员会进行检查2023年普法宣传教育工作 作为省宣传教育协调委员会的成员 今年前六个月 同内省少数民族委员会 已向2500多名少数民族普法宣传教育 达到计划的94% 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党的民族大团结方针政策 同时强调少数民族在同内省制行党和国家法律和民族政策中的责任 义务和利益 检查组还就提高少数民族普法宣传教育成效 更好地发挥200余名少数民族制法人员的核心作用 提出了多项解决方案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 今年前六个月 农林渔业出口总额达246亿美元 较2022年同期下降11% 七个出口额超过10亿美元的商品包括咖啡、香蕉、大米、蔬菜、腰果、虾类和木制品 值得注意的是大米和腰果的出口量和出口额同时增长 从市场来看 中国、美国、日本继续是越南农林渔业产品三大出口市场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克6月30日表示 他确信俄罗斯在他的国家部署的战术核武器永远都不会被使用 白俄罗斯总统在纪念白俄罗斯独立日的讲话中表示 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核武器是他最坚定的倡议 他说我们越来越确信俄罗斯的核武器战术必须部署在白俄罗斯 一个可靠的地方 我确信只要部署在这里 我们永远不会使用核武器 而且任何敌人都无法踏足我们的土地 卢卡申克已多次谴责西方国家试图摧毁他的国家 并表示部署核武器是遗志潜在侵略者的必要手段 由于全国局势动荡 法国总理伊丽莎白·伯恩 昨天呼吁所有内阁成员立即返回巴黎 法国新闻电台援引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 部长们整个周末都必须留在巴黎 6月27日法国爆发骚乱 巴黎教区一名17岁司机应不遵守停车信号而被警察枪杀 骚乱已蔓延到许多社区和主要城市 如蒂荣、里尔、里昂、马赛、斯特拉斯堡、图卢兹 该国内政部出动4万5千名执法人员平息了昨晚的骚乱 首都多个社区已实施宵禁,已稳定局势 我们今天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收看,再会